在泰巴郎齊老的口述中 齊美跟泰巴郎的祖先是从猫公山下山后 五个兄弟中四位往泰巴郎 一位往齊美定居 而在齊美的传说中 是有四位从猫公山下山后 都往齊美定居 之后再分居泰巴郎及安窦兰及武赫石柱 不过不论传说如何 泰巴郎与齊美确实有渊源 在过去两个部落都有报讯息活动 但是巴拉旺这个拜访活动 在民国四十一年时 齊美前往泰巴郎拜访后 是两个部落最后一次的巴拉旺 泰巴郎青年为了要了解 这项活动的过程 并延续互访的传统活动 二十七二十八两天 泰巴郎的阶级老吴旺 大约七十八十上下的年龄阶层 三十人来到齊美部落巴拉旺 除了参观齊美文物馆外 还以传说故事交流 两个部落中断六十年的巴拉旺 再度举办 另外泰巴郎头目也遵循前辈交代的话 不管泰巴郎未来的环境好或怪 都不能忘记齊美部落是我们的兄弟 这些人的巴拉旺 這個拜訪活動是由太巴朗青年及其美部落青年所促成 主要就是希望重現巴拉邦的精神 雖然兩個部落的傳說故事有些差異 但互動中其勞都輪流說說著祖先的故事相互交流 也藉此機會將傳說故事傳揚下去 也期待未來在巴拉旺能經常性的永遠傳承下去 鞏固兩部落的關係 記者採造花蓮瑞穗採訪報導